现在旧国团建坛的海外青年活动中心 最近是永夺YH的国际青年绿色品牌竞赛当中的世界首奖 在全球有八十几个国家 四千多个YH当中是脱颖而出为台湾争光 有不少入住的海外青年都说 一个晚上只要850块 有床位还有早餐真的很便宜 早餐吃buffet有火腿炒面蛋以及饮料等等 比照了星际的饭店的伙食 每道菜还标明热量 贴心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 还有无线上网服务 可以自己带notebook随时掌握旅游讯息 林先生说这里就像是自己的家 看这个环境来讲的话 它的无线网络设施其实都做得不错 那其实我是来这边长期都来这边出差 两个人一间的房间有独立的卫浴设备 里面有有线电视 有冷气 有小冰箱 一个人一个晚上的价格是850元的价格 而且离捷御又很近 住在这里的海外青年都满意的不得了 这部坛表示建台海外青年活动中心获奖的主要理由 那么除了规划公共交流空间以外 利用无线上网可以查资讯 空间又明亮贴心的设计 才会获得评审一致的青睐